哎呀 送来一送送来了 你 你快去点征上吧 我跟你说 他说他就一句话 他说你要不原谅他 他就死给你看 他就跳了 你不许你们后悔的 他要跳下去吧 快点 这两人跟我没关系 只 只要你能救他 我不了解 救救张张 你救救张张 后悔了 只要你能救他吧 这跳下去能真死吗 应该 能吧 那你跳吧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神经病 无时无刻都需要 别人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 以前处处针对我 我忍了 各种戏弄我我也忍了 现在你就连这种 求人原谅的方式 都用这种强迫人的手段 我只想好好地工作 你能不能行行好 放过我呀 就想听我原谅你是吗 好 我原谅你 行了吗 够了吗 能放过我了吗 我知道你不会跳下去 但是我真心建议你 与其浪费别人时间 不如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送送送送 上来吧 人都走了 人都走了 走 你怎么会游泳 你怎么快来啊 你快点救他呀 你怎么快来啊 救救 小心点 救救 不来了 你的资料不太准确 你没说苏州河那么冷啊 你也没说你真的要跳啊 我那是意外啊 别说啊 就从今天开始啊 我可是你的救援人了 呸吧你 我下去好好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正打算上来呢 你下来又把我压下去了 你不吹牛会死吗 我跟你说你快上来的时候 我就快给你做人工呼吸了 走开走 行了吧你俩 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 我遗憾的就是 都已经这样了 后马还是没有原谅 他不是说已经原谅张胜了吗 我说你这个理科男脑子真的不太好使啊 智商也还很低 在那种情况下 宋暖说 我原谅你了 你满意了吗 那意思就是 我求求你不要再演戏了 这女孩的大脑怎么比研究宇宙还难啊 你说对不对 太难了 你真打算放弃了 反正我是没招了 什么办法我都是的 这女的真太 丑太硬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 信报哦 明天她会回公司收东西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你一定要把握住张胜 不过我真的跟她在一块这么久了 从来没有看到她这么决绝的 那是因为她没有碰到张胜同学 反正一哭二闹三上吊 菜场大妈干的事我全都干了 她还是不回头 我是真没办法 你别装可怜 那是你太狠了 你太过分了 你知道吗 谁让她去我妈那儿打我小报告啊 打小报告 哥 没有啊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听宋暖跟我说过 说是你妈主动去找她了解你的情况 因为你从来不跟你妈讲你的概念 所以你妈只能通过她来了解你的情况 想关心一下你 她没有打过小报告 那她也没告诉我 她不是 怕伤你的自尊心吗 还说 这女孩啊 她自尊心更强 她脸皮又薄 况且你还让她当着全公司人的面 在那儿饭花吃 对不对 你说呢 行行行行行 你就不要再这个数落我的一点点小的失误了好吗 我们现在讨论点实际的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事不过三 这都已经三回了 宋暖完全没有回头的感觉 我真的是没有这儿了 对啊 难不成 让我像她一样 穿那么暴露 全公司走一圈 给大家看看 早就高兴了 你这还真是个招牌 这不错 这什么呀你 特别好 你有病吧你 不是 网上有很多这种例子的 来来 这儿让开 这儿让开 来 开 开 开 哪哪哪哪哪哪 什么东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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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上 我还真呢 你 好 好 快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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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这小公子 GM公司实际机会多难得呀 好不容易争取山了 也没人让你走 自己还非要辞职 郝主任 谢谢这段时间您给我的照片 送门 送门 安静 送门 我终于知道你当时的感受了 所以 送门 一平米多少钱 六万八 六万八 那这一百平米就得六百八十万 五十平米一带三百四十万 这钱拿到上海就像草纸一样 附近的房价怎么样 你们刚才看的那个小区啊 已经是这一片性价比最高的了 人家又满五为一 光税就去掉了一个大头 已经是很便宜了 这可是内环之内黄金地段啊 我们卖掉福州房以前 加上所有的积蓄二百万 在这里只能买三十平米 这三十平米除去公胎面积 厨房卫生间 剩下的也就只能摆张床了吧 我们一家三口在里面 转个身都在互相让一让 而且 惨就惨了点吧 那么破的房子久几年的 七十年的产权就剩三分之一了 我想通了 我们太贪心了 为了要让女儿上班方便 不行 要扩开思路 只要地铁沿线的房子 不管多远 我们都可以住 嗯 这倒是个好思路 走 当年 那周什么王点火耍耍猴 西施还给他笑一笑呢 啊 本公子我 连裸奔这么无节操无下线的事我都干了 送暖的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要我怎么样 我人之一心 你说的是周幽王烽火西猪猴吧 周幽王是西周第十二代军国 是历史上著名的昏军 我啊 魔都堂堂小王子 一个昏军能比吗 直接甩到昆山呢 你甩到昆山有点夸张 你甩到红椒机场 你还差不多 顺便纠正一下 西施是吴王夫差的宠妃 还有貂蝉啊 反正都是美女 对不对 送暖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她还敢无视我 哇 身材这么好 还能被无视吗 这还好吧 这些 瞧着凶肌 瞧着任余线 这周幽王能比吗 周幽王 我是真服了你的自信啊 不 是自恋 人家有资本才自信 你知道服了也挺好的 张寿 我觉得你今天太闷了 真的 甩爆了 妈有什么用啊 宋总还不是一声不吭的就走掉了 要不你看我 你可别再要不我了 你再要不我 一脚把你踢开 今天我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好吗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她要怎样 爱咋咋地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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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是不错 这才像个人住的地方啊 哎 你们赶集网上登的是一百多平吧 赶集网上登的是一百零八平米 两室两厅两位 两个房间都朝南 房子特别珍奇 这种户型的一二四层都有 哦 总价多少钱 我我帮您都算好了 税都喊里边总价二百万不到 二百万 就这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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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儿好不好 远是远了点 反正有地铁呢嘛 啊 简单一点的装修 再自办一点 简单一些的家居 我们还要留一点生活费吗 哎呀 紧了一点 叔叔 您可以贷款呀 按照叔叔您的情况 每个月大概还八千 八千 我真的是很满意这套房子 你不是要马上要上任了吗 你的月薪正好还贷款 我都自己把他税数了 我还牵一屁股债 我怎么跟我朋友见面嘛 那就不见好了 我们从内环看到外环 又从外环看到这里 好不容易看到中益的房子 只要能在上海安个家 你要是没联系老朋友 那就再叫新的好了 我是这么随便的人吗 我知道你不随便 你要是随便了能换套房子 那你就随便好了 我支持你随便 你开玩笑 你在外人面前怎么 跟我这样说话 小伙子 过来 咱们就这么定了 签约去 可以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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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明天上任了 肚子 说回去 有肚子还像董事长 老板嘛 这也让我看一看 我这个裤脚这个 长度要够 牛排 喂 宋暖啊 你在哪儿呢 我在家呀 今天 你吃吃有点太过了 你看人家都那样了 你还要离开GM呀 宋暖被开除了 那你把电话给妈妈 来你把这个拿着 我要安慰安慰她几句的 那个 宋暖啊 你被开除掉了 陈阿姨 妈 哥哥妈妈 是哥哥妈妈 我来跟她说两句啊 喂 哥哥妈 那个宋暖妈妈 我觉得 那个你们家宋暖啊 真的蛮可怜的 你说被那个GM 开除掉了 你说才不到一个月 对 那以后怎么办呢 哥哥妈 你可不能乱讲 这是我们家宋暖 自己辞职不干的 我我我明白 那个是辞职 是辞职啊 那个孩子的自尊心 我们是要保护的 你放心好了 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 哥哥妈 你听清楚了 我们家宋暖的爸爸 明天要到惠通公司的副总裁 惠通是个大公司 你觉得我们家宋暖 还需要到别的公司忍气吞声受气吗 会通啊 会通我没有听说过 不是自己能说得上话的地方 还不是整天看着别人的脸色受欺负 嗯 哎呀 这么快 不动啊 别的我不知道 面试的时候光喝酒 就把人喝到医院里去了 你们家哥哥又分在销售部 工作就是陪人吃饭喝酒 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要是被人欺负了 你说怎么办 不是 那个 我发现我 那我不跟你说了 你怎么是个样子的人了 我好心的是安慰她 她精神 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好像有意 我在那儿看笑话一样的 哎呀 这本来人家信得难过似的 你吃了吃过 烦死我了终于人 外地人真的不好跟他们多啰嗦的 这个人一点礼貌都没有 喂 别犹豫了啊 就这么定了 爸爸明天到惠通上任之后 我立刻叫人事部门给你安排一个好的职务 爸爸给你保证 绝对比你那个什么GM公司 那个什么总裁办公司的实习生 还有那个没什么前途 到爸爸公司来 我们也可以避开那个什么富二代 一天纠缠着我的女儿 这我想着她我就很神奇 对啊 我同意 你爸爸管理那么大的公司 你想到哪个部门工作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就让女儿在家多休息几天 等我到了公司之后 一切给她安排好 到时你再来上班吗 好啊 这样你们俩可以一起去上班 我呢就放心多了 是是是 我决定了 我还是要回去GM上班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再当逃兵了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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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公司了没有 嗯 我已经到楼下了 记住老爸的话 啊 不卑不亢 只要自己认定做对的事情 你就坚持到底 老爸会给你做后盾的 嗯 我记住了 爸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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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GM 我回来了 回头 我 我来了 上海 我来了 他们安排给我的是一个独立大办公室 我眼前望去 就是上海 是繁华的地段 听说 他留了两封密函 宋副总 大家都到齐了 在会议室里 是吧 那那你们先去 我等下就来 好的 好好 好 听到了没有 啊 马上要开会了 资任命宋光明先生 担任汇通融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副总裁一职 全权负责上海分公司的业务管理 热烈欢迎宋副总 各位同事好 我叫宋光明 我相信有我带领各位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汇通公司 能越来越好 就如同我的名字 我可以带领大家 无论在事业 在你们的家庭 在你们的未来 我给你们一片光明 宋副总 这份公函就由您来使用读吧 对 好 那边 你一片 我吗 自己预告 我会封 互联储 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做出战略决策 经过董事会研究决定 现做出如下决定 全线撤出华东市长 解散会通融资股份有千股 公司上海 上海军公司 而且便达ر 成间 nap 殺人 46 控愿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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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5 10 6 11 10 这衣服好热 谢谢啊 听哥哥说是你罗跑步着俩的 拿去用吧 拿去用吧 谢谢啊 进来 这能赢招我们呀 丑哥哥 你这酒练得怎么样了 练差不多了 差不多是多少啊 你别给我三杯酒下肚 又上桌子又满嘴跑后车的 不会的 不会的陈总 我这段时间猛练酒量 酒量早都不可同日而语 我基本上一瓶白酒下肚 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不信你问赵川 赵川 是吗 那就 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啊 有一个东北客户 本来应该是黄晓峰带你们两个去应酬的 但是我们接到一个电话 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我们约了两年都没约上 他今天主动来约我们吃晚饭 所以这个东北客户 智能 你们二位去搞定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 你们是实际上的 放心吧 我们保证不会让他看出来的 其实这个事呢 说难也不难 合同细节已经都谈好了 他今天会带着工章来 你们只要让他合高兴 让他在合同上盖了章 这事就算大功告成 不行 不行是什么意思 不不 陈总他说不行是说这帮东北客户不行 你们也别小瞧这个东北客户 让他喝高兴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上次黄晓峰陪他喝酒 住院三天 不行 那陈总我去 陈总放心吧 领导第一次单独交给我们 这么重要的任务 我们就算是喝死了 我们也一定会 拿下的 你有病吧 好风一个机会差点被你搅黄了 我 我 我是怕黄老师不在咱俩搞不定 要的就是黄老师不带我们呀 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 要不然这些销售部的 总因为我们这些实习生闲着不干活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我听说那些东北人特别能喝 那黄老师都被喝进医院了 咱俩不定被喝死 正好啊 我前段时间猛练酒量 看看我到底涨了多少 喂 宋总 宋总是我 赵小川 你赶紧过来帮忙救驾呀 怎么 出什么事了 是格格 格格怎么了 今天陈总让格格派一帮奔北客户喝酒 你得赶紧过来拦住他 你要不拦住他 他 他非得喝死在里面 好 我知道了 干嘛呀 家里着火了 你家里他着火了呢 我得出去一趟 来来来来 他上班时间 上班时间 工作不要了 格格出事了 我得去救他呀 出灾 你们俩说完了 你 没事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您播调的用户没有应答 宋副总 别叫我副总了 哪来的副总了 公司没副总了 陈伟辰总让我转告您 他说他特别对不起您 而且他也不知道总部有这样的决定 他在澳大利亚也没办法赶回来 他说他都没脸见您了 都过去了 现在问题 就是我自己都不知道该跟我们家人怎么解释了 小春火哥哥 他还要跟几个都没人喝酒 不就是喝个酒吗 张春春这个人一直都夸他几次 没事儿 我听他那口气不像啊 那是格格那酒量 你想想他要是正在 这个喝酒的事情上 再出什么差错的话 他他这个工作 估计就真的没了 你去有什么用啊 你替他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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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怎么说我也是格格的朋友啊 我不能见死个酒 不是现在上班时间你出不去了 那边怎么叫他呢 我还没想好呢 我有办法 来 等会儿吧 装衣衣服 对不起啊郝路远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对不起 那个啊我 我 这两天感冒有点严重 好像有点发烧了 是 这天气啊 春那么点儿跟那儿嘚瑟 是得生病 那就回家休息吧 别上班了 好 但是我刚才吃了药 我现在头有点晕 我怕我自己开车吧 万一睡着了 危险 能不能让宋德文送我一趟 宋德文 哎 忙着呢吗 我我我忙完了 就您要求做的那个表格我都做好了 嗯 啊 章涉病了 您总得回家一趟吧 嗯 好好好 没问题 哦 谢谢啊 郝主任 谢谢 喂 小川 怎么着 哎 不就是酒嘛 简单 甭管了啊 啊 师傅 前面下一个红绿灯右转 稍微绕一下 干 干嘛去啊 拿武器 你让开 可可可你不能进去 可可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为什么呀 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先吧 没有 没有理由 反正你不能进去 哎 你现在能不能令得清啊 我不进去 我怎么签合同 不签合同 明天我们都得滚蛋 不是 你进去的话 咱们马上就得滚蛋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反正你不能进去 你脏袋是不是秀都了 你又不告诉我为什么 你又不让我进去 我怕你进去 把客人吓跑了 喝多了 哎 你搞笑呢 我现在的酒量 我怎么可能把客人吓跑 哥 其实你酒量一点都没涨 耍酒疯的毛病 也没有改正 上次我脸上那两道雪道 就是那喝多了的 给我脑袋 所以说 都是你骗吗 不是 哥哥 你听我说不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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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儿 你害死我了 你知不知道 哥哥 你不要着急好吗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 我跟 我跟陈建我 是签了军令状的 你听我说 我要是 我要是今天不能跟客户建议 我拿不回合同 我明天我就回不了销售部了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知不知道为了多大的吸血 我才进得建议M呀 不是 赵春儿 赵春儿 我恨死你了 你不恨死你了 我恨死你了 你不搞什么你 你听我说 我有办法的 我怎么可能害你呢 我有办法 听我说法 我真的有办法 相信我 紧张啊 有什么好紧张的 庄叔啊 虽然我们是帮朋友 但是也没必要掏心掏肺 往私里找 把命给搭上 我这么严重吗 好 你有事前这儿 你好 这边请 谢谢 好 好 看我的眼色行事 发生任何事情有我担任 你只需要记住 你是周格格 我是赵晓春儿 好 深呼吸 深呼吸 谢谢 深呼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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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太大了 陈总啊 黄经理 可怕你们给谁 陈总啊 您好 你俩谁啊 我们陈总和黄经理啊 今天有个临时会议 实在是脱不开身 所以托我们好好招待您 我是销售部的赵晓春儿 这是我同事周格格 孙总好 大家好 合着你这话的意思就是 你们陈总黄经理 有更大的客户要伺候 要伺候 是吧 哎哟 高总 怕了您两年 终于有幸又见到您了 您严重了 那抱歉 我刚刚呢 等了两位朋友 所以迟了一会儿 没事没事 那我今天呢 还带了两位朋友一起 你们不会介意吧 哎哟 您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没错 快欢迎欢迎在这儿 那陈总是豪爽人 那个杰克进来吧 来了 来了 陈总你好 杰克 陈姐陈姐 你好 小高 这是我女朋友 你好 陈总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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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我把工商都带来了 知道啥意思吗 就是等你们陈总一来 我就把这个工商 往那合同上一抄 说明啥 说明我跟他合作的诚意 得 他有大客户伺候 是吧 那我就不走 哎 孙总 你别走 孙总 孙总 您留步 您留步 我们董事长说了 说孙总您 对白酒特有研究 所以今天特地托河门 带了一瓶私人定制的商口白酒 要给您尝尝 他们说了 开完会立马往上赶 对吧 私人定制 专门找到高级客户 反正我也不懂 要不然 来 您先闻闻 至少十年 倒酒 好 来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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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 大十 不不不 十五年 行家 服务员 上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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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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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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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吃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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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第一天上班 公司那些员工 帮我开了一个欢迎会 我呢 对了 那个宋来 他让我给你请个假 然后他今天晚上有事 他在这一直回不去 我准备了那么大一堆菜 怎么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就摆在冰箱里面 改天我们再吃吧 好 好 好了 我不跟你讲了 这个 他们在找我了 行 行 行 怎么回事啊 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呢 不行 我得进去看看去 不是 没准现在都喝得差不多了 要签合同了 你这么进去 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黄芳给电话了怎么办 我接不接 接 赶紧接 不是 我接了 他要是问我合同签飞行 我怎么办啊 我 你先接了再说 喂 黄总啊 你们那边情况进展得怎么样 顺利吧 挺顺利的 挺顺利的 你喝了多少白酒啊 你是不是喝高了呀 你怎么说话这么清醒呢 那当然了 我这一个月的白酒 我不是白练的呀 我还喝了 才喝了一瓶不到呢 我还能挺 行行行 那个合同账你盖了没有 还没有 不 跨了跨了 马上就盖了 你赶紧的 要许你把这件事搞定 这点小事你要是搞不定 你们以后谁都别人 待在销售铺里 听见没 好 没问题 放心吧 太简单了 你听到没有 拿不下来就别在销售铺 再待这儿了 只要你不进去销售铺 他们俩肯定完成任务 我看 我说你是不是习惯闯门厕所啊 你快出去出去 你 你没事吧 没事 哎 他们人呢 都被我摆平了 摆平了 大功告成 我没喝多喝啊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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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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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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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响了等会儿 慢点儿你 不要摔啊 你看我呀 来来来来来来 你加电话你快接一下 我不接告诉我不在 爸 你爸妈本身就讨厌我 我在一接他们得抓狂了 快快快 你接你接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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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跟他们说 你跟我在一块儿吧 老白 终于听见我电话了 说好了今天回家吃饭 怎么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说话不算数啊 我不加班啊 我不是让我爸给你请假的吗 你说你们父女俩 一个加班一个公司有事 让我准备了那么大一堆菜 还熬了一大锅汤 让我拉街上卖去啊 我爱丽同志 那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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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别一天一天的老唠叨我啊 我这白天加班我已经很累了 我现在困到我的眼睛我都 我都挣不开了你 你还要唠叨我 你能不能别唠叨我了 咱们回家之后 咱们之后算笼账行吗 来来 别别 行 我 我 我怎么跟她说好吗 我妈 我 我妈 我 你 妈 妈 我我我我加班呢 太累了我这晕呼 我的脑子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什么了 我说是那个 你别生气啊 我说我说是说不坏的 你别生气 太累了 没有 累了 那累了就早点去睡觉吧啊 明天还要早起呢 行吧 那个 那个天早点休息吧 拜拜 来来来来 别靠了别靠了 赶紧起来 对人快点来 你 谢谢你啊 谢谢你提醒我呀 我平时 平时我都不是跟我妈这么说话的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怎么了 其实啊 有妈妈唠叨挺幸福的 你像我 自从我爸去世以后 我妈就再也没有唠叨过我了 全都是责任的 ああ 诶 赵老川和周格格呢 哎 我让他们俩 送送送那个 从孙总回去了 我们替他们 冲锋陷阵了一晚上 他们也应该 替我们做点善后事宜了 走吧 我 我能走 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 别追下去 艾丽啊 艾丽 你回来了 累了就休息吧 你还吃点什么不 我吃过了 锅里还有汤 我去给你尝一碗 我自己能尝啊 来来 你休息吧 对吧 佛哥 宋兰在这儿路 干得太辛苦了 既然你已经到 会同上任了 你就赶紧把他 弄到你身边 这样他就可以回家住了 你们俩也可以 一起上下班了 我知道了 你休息吧 我们再聊 你早点休息啊 嗯 不是listed 但是不像事 你后生уется 都非常 Sis 不像 touchscreen 就批销了 即使我 不错呀 这次任务你们完成得非常好 给你们两个技艺功 真的呀 你们两个是谁最后 把这个孙九潭干倒的 周 周格格 是吗 我和赵老川 配合默契缺一不可 对对 缺一不可 那周格格 我跟你怎么说的 这酒是练出来的 经过昨天晚上 这么惨烈的酒局 你看你看 你们现在站在这儿 就像没事人一样 这说明 你们俩这关已经过来了 你们已经像一个合格的销售 卖出了关键地步 真的呀 喂 喂 我这儿有解酒药 要不要买一瓶 好好好痛 你们好像 有锯子在抹肠 对 对 等会儿 太难受了 汪总给名 让你们几个实习生 去一楼便利店 汪总 你说这 好好的 汪总找我们干什么呀 不要 不要 你找我们这是要 别愣着了 都过来坐吧 坐吧 来 相信你们也知道 在大公司流传着一个说法 什么时候老板请你们吃饭了 就说明 你们到了被炒鱿鱼的时候 那 那需要把我们都炒了吗 所以我才没请你们吃饭啊 就是怕吓着你们 今天请你们几个学生代表来呢 就是想像朋友一样 随便聊聊 聊 聊什么呀 比如你们进了GM这么久 有什么体会 有什么心得 最开心的是什么 最烦恼的是什么 最烦恼的是什么 来 大家都放松一点 你们也可以把这个小茶话会 当成一个阶段性的小街 谁先来 宋楠 要不你先说 我先来吧 我呢原来特看不起师生这工作 我一起又想干一番大事业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实习之后 我觉得还是应该脚踏实力 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天走 没了 没了 避重就轻 你最应该在今天这个会上小杰的是 怎么样跟别人和谐相处 张胜 无论干大事业还是小事业 都不能随心所欲 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就拿宋楠这件事情来说 在你看来 也许只是开了一个小玩笑而已 但在别人看来 这就是污辱 对 汪总您说得对 这事我办得确实不低了 我愿意当着大家所有人的面 再一次给宋楠道歉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你已经跟我道了很多次歉了 那好 既然宋楠不介意 那这件事就翻篇了 不提了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什么是理想 汪总 理想这个是不是有点大量 小的时候我们都写过作文 是我的理想 但那时候的理想不算数 现在进入社会了 我相信你们的理想 也会有所修正 大家说说看 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然后以后可以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我想当一个好销售 当一个好销售 那 好帮手 好 我要在这个大城市里边炸下钢 我想把我的那个QQ啊 早日换成奥地提提 我想 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比之前好 以父辈为榜样 但是要超越父辈 你们说得都很好 你们说得都很好 你们是年轻的一代 更真实 更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尤其是张胜 并没有沉浸在自己的优越生活当中 有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难难可贵 王总啊 您不是因为刚才批评了我 现在故意要安抚我吗 还真让你说对了 不把你们很高兴了 怎么能把你们送上战场呢 什么战场 看看这个 是 CES野外拓展训练书 咱们集团要搞野外拓展训练啊 不是集团 是你们 对于你们九零后这帮实习生来说 也许最缺的 就是这一个 同学们 今天 我们公司要进行业外拓展训练 大家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 怎么战的成话 这几个意思啊 年轻人 一点朝气都没有 你看黄老师的身边 战样要战样 作样要作样 懂了吗 赵哥哥 你干嘛呢 你要打哈欠 你明明知道今天有重大活动 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张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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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野外拓展训练 野外拓展训练 战也有战样 作样有作样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我告诉你们啊 这次野外拓展训练 这个考核成绩 是一定会被记录在总的实习考核成绩里的 到时候 那位同学如果在实习期结束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的总考核成绩落后了 那就是今天落得后腿 可不要怪黄老师没有事先打招呼 宋敦同学 点过人了吗 点过了 公司二十个人全部到齐 同学们 我要向大家正式宣布 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新同事来加入我们的考核训练 也就是二十一个人 你是谁啊 什么牛 不知道啊 明车里没有 实习期都过一半了 空降过来 背景肯定够硬的 待待待待待 周格格 总是你的话最多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吗 大家跟我一起 欢迎新同事 来 大家好 我叫高温若涵 这个高温若涵太厉害了吧 大学同学四年还是同一个寝室的呢 居然一点消息都不透出来 就这么从天而降了 人家有人家的努力方法 跟我们不一样啊 拜托 你不要说得那么婉转好的吧 他努力他的方法 就是靠那什么 师哥 我坐前面特别晕 你能不能跟我换个位置呀 好啊 谢谢 坐 你真好 坐 谢谢啊 放上去 闭嘴 他这是要干嘛呀 人们为什么要坐张上旁边啊 帅哥 我之前见过你 是吗 对啊 别忘了 就是上次在酒吧呀 你还跳怨舞来着 我还是忙吗 没关系 反正以后时间还长 我会让你记住我的 好的 好 好 他笑那么开心 笑笑话呗 哎呀哎 你长什么笑话呢 他笑什么那样子 浪笑 天哪 他不一直都那么笑吗 这肯张胜真是 难道看不出来他什么目的吗 男人怎么那么傻呀 什么目的 哇全车这么多男呢 他直奔张胜过去 能是什么目的 你坐 快点快点快快点啊 快点啊 女人吧 安静 那我怎么看你们就生气呢 你们记住 你们来军训的 不是来旅游的 磨磨蹭蹭干什么 从今天开始 你们要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军人 啊 里面有个操场 我要求在半个小时之内 你们必须来集合 我宣布一个规矩啊 从今天开始 有谁敢迟到 我军阀从事 爸 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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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这儿我睡这儿啊 好 你睡下的 嗯 这是我们的衣服啊 对啊 这什么帽子 这什么呀 不是 咱们军训穿这个呀 这穿着跟小区保安似的 这 这 这 帮我倒上腿就全腿挡上了 同学 你又不是过来走秀的 那军训不穿米彩服穿什么呀 你穿比基尼啊 你穿比基尼啊 咱们还有半考试啊 大家赶紧换吧 哎 又说这些大公司也真是 这边有病吗 这规矩这么多 好好的办公室不做 你拉这个破地儿的 你要是嫌弃 你可以不来JM 嗯 周格格 我进JM 你是不是特别不高兴啊 哎 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高温 嗯 你刚来公司 嗯 肯定又不适应的地方 这样你就问我跟钟灵 嗯嗯嗯 是是 赶紧换吧 赶紧换 看 哥们儿穿着一身迷彩 还是很有范儿呢 那是 怎么着也比你裸奔强啊对吧 什么 你老大这是开玩笑 有见没见啊 关键你这件事已经 载入咱们JM史册了 做都做了还怕别人说啊 因为 赵老师 就半个小时时间你也不放过啊 只有保持相对平稳的心态 才能应对别人波澜起步的情绪 你有病啊 你应对谁啊你 哎 时间到了 走吧 这次差不多 啊 同学们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你们的教官李散 哇 哇 哭啊 哭啊 我都不知道他们脑子里 你在想什么 你们现在觉得李散酷 是吧 我告诉你们 再过几天 我们的李散 会给你们进行魔鬼式的训练 要么请李散讲话 首先 你们是来吃苦的 不是来度假的 训练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你们累趴下 训练一共有体格体能 野外拉链 团队合作 军事技能四个大下 另外 还有不定期的紧急集合 每次集合都有不同的任务 所以 你们白天要累倒 晚上睡不好 总而言之 就是非人的生活 听见了吧 赵小春 日子没那么好过 看你们一个个的 这是军训不是旅游 好 我告诉你们 所有的同学二十一个人 将会分为七组 待会儿 你们都到我这里来抽签 我们所有的训练活动 都会以一种竞赛的方式来进行 每一个小组 他们的比分是三个人的总和 我提醒大家一点的是 到最后 这个比赛积分垫底的那个小组 直接被开除 离开GM 是一个军训而已 你找速度淘汰人吗 对啊 黄老师 我觉得不公平啊 万一 有人拖后腿的话 我们成绩好的也要被淘汰啊 放屁 我告诉你 这公平得很 真正的社会 比这样残酷得多 好了 没废话了吧 没废话 一个个到我这儿来抽签 马列子 周哥哥 快点啊 什么我蹭蹭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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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有缘啊 我们严肃一样 有我的哥哥 哥哥 你怎么这么好呢 就跟着打话吧 打住 你要干什么 你还敢换票 我告诉你这是作弊啊 同学们 我警告大家啊 这种作弊行为 我看见了 看见一个开除一个 直接开除 同学们 经验